好来看到连续三次的醒归 一名爷同意前往三楼安坐了 花莲县北区一名堂 原本位在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的一楼 随着信众聚增香火鼎顺 祭祀空间略显不足 县政府的客家事务处扩大整修馆内三楼 优化祭祀场域 那么在31号顺利登康安坐法会 顺利将一名爷神尊安坐三楼 期望未来持续来庇佑花莲 花莲客家人口分布广泛 约有三分之一为客家乡亲 北区花莲一名堂 位在客家文化会馆一楼 随着信众日语俱增 香火鼎盛 为了容纳更多信众路内参拜 花莲县府日前优化场域 将三楼空间扩大整修 作为未来祭祀一名爷场地 31日举行登康安坐法会 邀请客家巴音北馆伴奏 遵循鼓礼进行安坐祭祀 坐正在一楼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这个认识深度认识我们的 艺民文化客家的文化 让他深情人心 现在时间我觉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的客家事务处 带领我们的很多的前辈 一起来请示 我们艺民爷爷是不是可以 这个一架我们到这个三楼来 让我们更恭敬的来这个 来这个互持 所以这个真的我们就拔归 就心灰了对不对 我们是要给艺民爷爷感谢一下 对象 将艺民爷爷从一楼升到三楼以后 经过艺民爷爷的三个圣碑 同意后我们才有积极来 办理的这一家活动 今天上座登康非常顺利 今天的活动的记忆 我们除了传统之外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子弟班的表演 还有八音班的表演 另外我们也请了一个布袋系来祝福 让这个艺民爷爷到三楼登康安座 可以很顺利 很热闹 让我们乡亲 感同感艺民的神威 可以给我们照顾 给我们共募神恩 艺民爷爷在客家乡亲心中 是保家卫国的英勇形象 也是守护神 每年农历7月20日 都会依旬传统礼服 庆祝一鸣节 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健表示 一楼祭祀空间有限 与县内各社团讨论后 连续三次指导圣角 在农历12月21日 这天安座三楼 既以活动程序 都有向艺民爷爷请士兵获得首肯 未来也欢迎三千多来 花莲艺民堂增添香火 让客家艺民精神永续流传 记者长邦彦 且按照报导